好 主播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 民眾拍到家中的物品擺設 都在劇烈搖晃 那麼這是在日本北海道北部 台灣時間10號深夜 11點35分的時候 發生瑞士規模5.1的地震 接著在一個多小時後 在凌晨0點53分 甚至出現四小時內最強震度 達到瑞士規模5.3 那麼根據日媒指出 這是北海道從2019年2月 發生規模5.8地震之後 第一次觀測到 超過規模5以上的地震 那麼這次地震的隔天 空拍畫面還可以看到 北海道中川町國道541線 其中一條路段部分道路斷裂坍塌 場面看起來真的是觸目驚心 那因為事實上 北海道北部從台灣時間10號深夜 11點35分那次的地震開始 一直到11號凌晨3點27分左右 一共是出現了15次的地震 震央幾乎都集中在 中古地方跟上川地方北部 深度大約10公里處的地方 目前傳出規模5.3的 那次地震有造成一處社區住宅的水管破裂 還有旅館電梯暫停 好幾十名房客逃到建築外面避難 不過幸好至今都沒有傳出任何的傷亡 當局也沒有發布海嘯警報 據日本氣象廳倒是有表示 這次地震比較密集的地區 未來兩三天可能還會出現強震 加上震陽周邊最近都有在下大雨 所以可能會造成土石流的災情 那麼提醒當地民眾要提高警覺 以上記者掌握到最新情形 再把時間交給主播